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 俄罗斯科学家达尼洛夫 11月24号被提前释放出狱 据美国之音报道 前俄罗斯国立科拉斯诺亚尔斯科理工大学教授 热物理研究中心主任达尼洛夫 1999年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国公司 签订了科研合作合同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达尼洛夫 向中国提供了有关太空和人造卫星领域的 机密科技情报 2001年丹尼洛夫被捕 2004年被判处14年徒刑 案件曾经引起多方关注并引发很多争议 报道说除了丹尼洛夫案外 俄罗斯最近几年来 发生了很多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 都被媒体广泛报道 报道引述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的话指出 与低调处理涉及其他国家间谍案的做法不同 高调处理涉华间谍案 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共在俄罗斯的一些 敏感领域活动非常不满 试图借此向中共发出警告信号 北京著名法律维权人士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负责人许志勇 11月24号被北京国保带走 目前下落不明 有消息说他被带走的原因 可能与他最近发表至中共新任总书记 习近平的公开信有关 11月15号徐志勇发表 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 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信中说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前途 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太多恐怖 荒诞耻辱的记忆 只要不彻底解放思想 抛弃共产专制 就不可能找到方向 他呼吁习近平领导中国 进行包括多党竞争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军队国家化 地方自治在内的政治变革 实行民主宪政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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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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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